我怎么感觉前面两场就已经结束了呀 对 昨天Gagi是很厉害 在美洲区是拿到了冠军 但他可能 但Gagi有问题 就是他要在连韩服的话 在延期上应该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延期的一个影响 一百多一点吧 但是对手如果是鸟哥的话 那就没什么影响了 因为鸟哥是不打这种细微操作的 他打的都是那种 他打的都是这种什么接话啊这些东西 打理解的不一样 这场比赛我觉得前面两场打完 应该就已经4比0了 你不要觉得我看不起西瓜和鸟哥 因为他们的对手有点强 我真不是看不起他们 对 我们应该庆幸今天迈克斯特没分到嘎姐 说的没错 分到嘎姐大家都得死 今天我们也就准备熬夜了 真的没分到嘎姐谢天谢地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你妈的他他如果什么什么对抗都 你妈都打波三都要你妈都两三个小时的话 他会被主办方排斥的 我告诉你 绝必被会被主办方排斥的 那天波五他都打了多久 你想想 我知道我知道 你想想那天的刺激连赛 他连续几场都粪坑流 的确的确是有点有点气 倒是真的 感谢兄弟啊 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够感谢礼物啊 待会儿结束之后让黄哥一一的来感谢大家 感谢兄弟们啊 对 大战一出几百 PVP其实也有分坑 但PVP分坑流打个二十分钟 好很多好很多 PVP这个分坑流 因为二十分钟的时候 基本上你你反正有至少有一方 会憋出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部队 肯定要A上去 PVP这个分坑流好多了 PVP能不能分坑 可以啊 也可以的啊 那天李培南已经被打傻了 李培南在天地上碰到麦克尔赛 打了五十多分钟 然后李培南打完就说了一句 我终于体会到重俗的痛苦了 然后就下线了 被麦克尔赛的 被麦克尔赛的猥琐傻了 大家不要讲选手还在调试 我们还要稍事等待一会儿 麦克尔赛的一个波护打了四个半小时 一个波护打了四个半小时 我觉得比较坎 反正我现在已经不想看麦克尔赛的比赛了 哼 他们说有人在先 那天你妈那天冒神 你妈的边看麦克尔赛的比赛 边在那边打炉石 你敢信 不 还有更可怕的 OB打炉石也就算了 还有什么西瓜打麦克尔赛的那天 打到一半西瓜说我出去看综艺去了 选手出去看综艺 APM为0 都打成这种了 你要解说打打如实也就算了 选手都打出去看综艺了 有什么好说的 能说啥 这种东西 以风APM为0 反正我就说 那天李飞男死也是 死完了 这麦克尔赛的天 还有一万的气 想一想 神租存的一万的气 是什么概念 好了 来看这一盘吧 这边鸟哥对嘎姐 红色的就是来自于 Brevestar战队的嘎姐 出生在了左上角的 10点钟的位置 右下方蓝色的这种选手 就是来自于 埃及战队的鸟哥 是出生在了4点钟的位置 好了 我们来看这场 这场对于 这怎么说呢 我觉得 我是觉得鸟哥应该打破嘎姐的 但是看怎么输啊 鸟哥的这些 前日亭还不好说 那天前日亭鸟哥不是把那个 软钢脏罗克打死了吗 对吧 你说的没错 鸟哥在前日亭上可能还是有点实力的 不你别让你来 我就跟你说 就是这样的 要看 要看 嘎姐用什么 什么战 就什么打法 什么冰冲组合 如果是龙狗独暴 鸟哥是稳挂板 如果是脏了 一公一房脏了 鸟哥还有一线生机 上来 单兵开矿 这个都没问题 但鸟哥并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细节 打得比较偷 并没有做并应探度的细节 这算是熟悉吗 需要探度 鸟哥反正就偷到底就完了 我就这样跟你们说 鸟哥 也是在关键局的时候才会上 你要想想 埃及永不被淋风 是谁创造的 如果那天不是鸟哥站起来 把鸟哥当挪克挑死了 这边要干嘛 挑飞龙 哦没有没有 这边挺那样 农民才起了 开矿去 嘎姐打那么细啊 还看下面藏没藏兵营 这边没问题 但看到死神 应该就不用 不用那么细了 干嘛 这我不把他甩的 就那么没有气势呢 昨天看了个 克莱姆这个死神甩的 我靠 有气势的一憋 就很凶 这事 对 就节奏很快 也没啥问题 大家走流程啊 两个在这种地图上 应该还是走一个生化部队 应该不太会走这个 这种地图西洋化不好打 生化部队的话 因为比较地图比较近的原因啊 所以说生化部队 在这种地图压迫力 还是比较近的 两个先偷3GT 然后转一个火车女妖 这开局已经偷成码了 真的很偷 两个热打吧 就差没有两笔一下去 不过他也是在不停地侦查的 也还好 嗯 终于死了 火车女妖 然后防疫你Rush一手 嘎姐是四分钟二本 嘎姐这个二本也很早 主要看嘎姐是 打算怎么怎么打 他的冰中组合是什么 还是那句话 龙狗独爆 输不了呢 就输不了 这嘎姐就正常打了 出了个蟑螂 他以为两个要接话吗 一防蟑螂 这啥东西啊 他如果一防的话 应该是待会 就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接话 或者说你没有 没有怎么样的话 我待会还要转回来 转 转狗独爆吧 应该是 哎怎么说呢 就 我怎么感觉 就是鸟哥现在打的 就没有给对方 任何的一个压力 这冰队对方也不太好了 对 完全没有清冰队 女妖出来 也没有说 去绕到什么杀农民 她可能女妖 是为了防蟑螂一波的 鸟哥就敞开了运营 怎么可能打得过蟑螂 这个待会 现在五分半嘛 待会到了六分半 七分钟的时候 已经军队要起脸了 再打下去 没事 鸟哥觉得这张图是优势 哎呀鸟哥啊鸟哥 这咋办 那能咋办吗 就不管了呀 这军队你要扑 你该扑扑 随便扑呢 对呀 他还是蟑螂 走着蟑螂 一防蟑螂 鸟哥这完全不给压力 我就把他家里面 一直裸运 随便你怎么打 一防蟑螂 这个是 是什么战术吗 不知道呀 感觉 说不定一会儿被怼不过鸟哥 我问你 他干嘛 他要蟑螂女王 直接走 爬女王吗 他来了 哎真的 这 哎 请把鸟哥当个人好吗 怎么会有这种打法呢 我靠 这属于真不把鸟哥当人啊 鸟哥为什么在外面骑军坦 他的这个枪兵也能扎成这个样子啊 这属于是不是不把鸟哥当人的嘛 我没看懂啊 他为什么这么打 打人猪给爷爬也可以嘛 这两个就死了 死了吧 应该 应该死了吧 有一防的 两个这边好像一共一防 但是军数计不够 他女王可以继续加血 这 挡不住挡不住挡不住 挡不住挡不住 这怎么会 动都没动就被给爷爬爬死啊 说明一件事情 你啊 说 极限运营的状态下 其实运营的 还是运营不过 挡姐 没了没了 这这个打不住 打不住了 后面战狼无 不行的在续 不这个也太夸张了 都没看懂 挡姐在打什么 反正就给爷爬走了一下就 关键没有一攻 只有一防就把他爬死了 我都傻了 这就爬死了 完全没把鸟哥当人 这个属于 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错吗 我其实怎么说呢 呃 他少是一攻嘛 那这样的话就可能在正面 他冲的时候那波可能更快一点嘛 让人族更加一起 没想到嘛 当然也怪鸟哥自己啊 就前期完全是 零侦查零压制的情况下 然后也不知道对方这一波过来了 就蟑螂女王走到鸟哥门口 鸟哥才反应过来 而不是说已经在中间鸟哥就反应过来了 这也是因为军坦不太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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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名其妙的一波一波过来就死了 我那那这个 这个也太尴尬了 原不下去啦 原不下去啦 是的这个太尴尬了 这个被走一下就走死了 看第二场吧 鸟哥 我就在想他那天怎么把 罗哥当罗克打死 你觉得呢 你想想 我告诉你 我这么说 啊 鸟姐 从出道到现在以来 那么多年下来 一直都是国手杀手 也是吧 国手被他打死过多少次 我不说鸟哥了 像什么李培南 解释探机这些 Michael Sides 被他打过 打死过多少次 有有这么回事 说明一件事情 说明 鸟姐 打国手 就特别猛 所以鸟哥打不过也很正常 虽然鸟哥刚才那盘发挥的也不是很好 你说的没啥问题 我反驳不了啊 哼 对吧 弹幕有一句飘过就好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对不对 好吧 能被称为国手的人 都是英雄好汉 没有过美人观 不是很正常一件事情吗 你们闭嘴 骂个鸡刷个毛你们 行吧 行吧 你要这样吹我 解释不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场看两个怎么打 两个反正我觉得他还是就按照安不就班的就直接单开 但是具体神话部队还是直接化这个暴数 这张图我觉得他应该会打直接化 神话部队的话鸟哥碰到这种龙狗毒暴 他是完全打不来的 因为他现在这个散枪命能力非常弱 而且压制力也不够 他已经没有了以前那种打神话部队去什么火车军军团 枪军军团这种感觉了 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 鸟哥好像从来也 也不是那种打的 鸟哥自从你学会了那个崩半柳之后就 就一直就是这种猥琐猥琐猥琐 对 但是他现在不 以前就他找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说我可以通过这些话 然后来 来那个 来跟你猥琐 对吧 也是吧 区别化对于鸟哥来说 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就怎么说一个战术 就至少不用跟你拼这个极限的运营 不用跟你拼极限的这种操作 不用跟你拼这种什么运营什么的 我就我就按部就班 三框开始还开四框 然后慢慢的用区别化 两百人口慢慢我一锁 我也不冲你 等着你来冲我 对 但这种打法呢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 对区别化不太 不太会打的重组选手的话 那鸟哥可能会得手 但是如果碰到一个非常会打极限化的选手 那鸟哥这个是肯定没用的 就特别打到这种职业级别 你这种极限化 特别鸟哥这种极限化真的打不过 鸟哥的极限化跟别人的极限不一样 鸟哥的极限化只有手 他只有手到自己优势 他一直是别别流 他打神话也是别别流 对不对吗 以前我们两个不是那个用那个 感谢这个兄弟啊 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念礼物啊 待会儿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会这个让黄哥好好念一下的啊 感谢兄弟啊 你你想想鸟哥之前跟我们打执政官不就是了 嗯 就就打他应该是打职业选手里面最轻松的 那是他不压制的嘛 对啊就就他出门的时候军探已经在脸上了 就随便A就好了 直接飘大河 那没用啊 嘎姐出了名的女王多啊 嘎姐女皇不这么停的 嘎姐这 他这个战术应该是加了 加了隐形女妖 然后火车隐形女妖带大河飘一个点 他应该是算过的这个东西 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么打的 最好还是要有 先女妖骗骗你她是 诶 直接女妖退了 直接大河 不不不 女妖退是因为她怕你蟑螂一波 然后我女妖先到 如果你蟑螂一波 诶对我就女妖搞了 她是做了这样的细节 但是她还是我感觉要火车匣带那个 就大河一波 她火车爆了很多感觉 火车没有停过现在VA已经下了 VA已经下了 她就火车匣带大河直接污脸 就刚才女妖的这个细节呢 就说明鸟哥是被 被被别人被蟑螂一波 应该是被Rush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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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话先打一波 打了进去就打 打不进去就算 动啊 她来晚了 来晚的话可能 变了 直接大河起脸 走走 变毒暴 在那边变毒暴 毒暴塔没好 这波还有点机会 有点机会 先点 先点女皇 还有几个女皇干净 有个屁的机会 那么多女皇 太多了女皇 太多了 农民可以杀农民可以杀农民 先烧农民不管 先烧农民 然后把火车散开 火车散开 就等你来 鸟哥散得还不错 他有狗的呀 没事没事 没事 换就行了这波 打肯定打不死了 还可以 打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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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啊这波 大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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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到 优势到天上去了已经 这个优势啊 这大伙死了优势也很大 大哥不能死 还没死吗 哎没死 漂亮 哎优势巨大呀 这个局面 这个感觉已经赢了 我也觉得应该已经赢了 好再三个 漂亮 这个时候只要接话输不了 赢了赢了赢了 我跟你们说赢了 我 我说实话 哎再来 哎赢了 哎怎么卡了 没卡我没卡我没卡 我没卡 哎我这边怎么卡了 你好的跟我说 回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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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分几秒 23 24 等我一下 我23 24 25 26 27 28 29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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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这个局面真的啊 就接话 然后憋雷神一波 真输不了 主要是这个局面 现在 现在他 经济好太多了 优势太大了这个局面 真输不了 输不了呢 不不你把 不能把话都长那么死 现在 对于 对于嘎吉来说 九死一生 九死一生 对不对 九死一生 也标准输不了 十死无生 真的这个局面真的输不了 出飞龙有啥用 我就想问一句 没有 他雷神很快 雷神都站好了 这样就憋一拳就完了 说实话 这个局面在我看来只有 鸟哥只要把VF补满 运营好 火车霞带那个 火车霞带雷神 带飙车 A出去就赢了 这个局面 嘎吉只能说 他只能说出 蟑螂腐化才有机会 没机会 蟑螂腐化也没机会 我就能挡第一波 就他现在就大河飘你 你过来 我两个大河炮打完 我就走 或者没有大河炮 我就占个便宜我就走 不 我现在怕鸟哥 没有进攻的能力 不 F2会吧 我就问一句F2会吧 F2会 我就怕他 不会F2出门 我现在就怕他 这不至于 不至于 不至于 你们不要慌 应该是没问题 应该是没问题 这个局面 太 又是太大了 这局面又是太大了 应该赢 飞龙打不到东西的 飞龙没有 飞龙现在 你有什么用 你告诉我飞龙 飞龙打不到东西的 飞龙现在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 飞龙不可能在正面的 正面那么多镭射 你告诉我飞龙有什么用 飞龙到家也打不到东西的 我补满防空 这个时候 我每片框 先占 我先补四个防空 占两个雷神 你有什么用 到最后还是 你到最后 你是飞龙打不过雷神 你正面的狗狗独暴 也A不过雷神 赢了 这盘赢了 这盘不管怎么样都赢了 我也宣布 我宣布鸟哥应该赢了 你那也平A了呀 这个时候 200人说A出去 我管你什么东西 A出去就好了 对呀 你换点A也换不动 我这A出去就开母矿 上面还有三个大盒 你拿飞龙怎么挡这波 这边吗 飞龙不可能打得过雷神的 飞龙不可能打得过雷神的 三个大盒炮直接 A上去就赢了 飞龙怎么可能打得过雷神吗 你什么毒豹 你滚了动不了 对吧 飞龙随便你飞 你飞 你随便飞 把这边 这种A过来 雷神带地雷 雷神地雷火车霞 你飞龙 你毒豹A嘛 他毒豹A没速度呢 有什么用吗 毒豹 输了呀 卡姐 有速度也打不过呀 这波 对 有速度也打不过 我该赢 这盘该赢 前期优势那么大 我这下 占了那么大的优势 不是 占到这种优势 这只要是有手就能赢 是不是吗 现在还是个大盒呢 真的有手就能赢 干嘛 那乾坤大挪一 挪个屁 挪那么多 你咋怎么挪 不可能挪不动呢 这个挪 有手就能赢呀 这个局面 里面是换完 在监控怎么办 出了没了 机器 机器 1比1 可以啊鸟哥 帮助这个 埃及扳回一分 对吧 这个局面跟嘎姐已经没关系 今天你让Sero来也翻不了 就打开局打成这个局面 前期太大了游戏 对啊 你让谁来都翻不了这个局面 重组已经前期吃了这个亏之后 已经没有任何转型空间的 是的 你首先你解决那波 你解决那波那个 解决那波大合就很难受 嘎姐是被迫出的飞龙 其实嘎姐在那个局面 他只有一种办法 他有机会赢 就在吃了亏之后 他不应该出飞龙 他直接补几个腐化 先扛住第一波大合飘 然后你就要面对对方无限飙车 你面对无限飙车 然后你再跟他打包夹 再然后再怎么怎么打 再慢慢打 那有的打了 也可能打四十分钟你还是输 但是你 但是至少比现在活得久一点 出飞龙就是稳输吧 现在压力完全就落到西瓜这边了 不过这场没有压力 0-2 这你妈 你为什么能做那么直接 西瓜打俊姆是没有机会的 难道一点点机会都没有 看不到一丝曙光吗 看到的都是绝望 你就那么不看好西瓜 我不看好西瓜 万一他打出了个 打出了个很飘逸的战术 然后把俊姆干了一盘呢 ZVT有什么飘逸战术 你告诉我 一波呀干嘛 一波没用的现在 那我这么说 万一军武抱兵抱不过西瓜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在笑什么 哈哈哈哈 啊 哈哈哈哈 你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是不是看不起国手 我不是看不起国手 我单纯觉得他们两个实力有差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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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首先你自己信不信 废话 当然不信啦 但是人总要有希望的呀 哎这个局面 其实你说ZVT有机会赢嘛 是有机会赢的 ZVT其实挺平衡的现在 是吧 你说有机会赢嘛 有机会赢的 但是西瓜主要实力有差距 它实力有哪些差距的地方呢 西瓜的细节很差的 它真的就是纯这种基本功好 反应快 但细节不好 就平时他说 说的都是头头是道的 然后他真正自己做 他就不做 所有细节都不做 那是因为 他没有找到一个 能够配得上他做细节的选手 你 你们都太小看西瓜了 最近 最近一度 你们都会觉得 汪T的好像明以悦悦要成为中国第一队 但我告诉你们 西瓜现在还是中国第一队 这一盘他会让你们所有人都闭嘴 黄金墙啊 黄金墙啊 黄金墙相对来说其实算比较好打的 虽然大家觉得好像黄金墙人足猥琐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虫竹其实四季地还是很好开的 我就看风格 如果climb这种风格打仗地度还是蛮有 就要排我就告诉你 我来告诉你们西瓜哪里 细节做的不好 一点一点跟你们讲西瓜哪里有问题 真的呀 我现在只希望西瓜能赢 然后你妈来打你们的脸 我们这现在俗称就是挑刺 对不对 首先第一个他气就才早了 我有没有说错吗 是稍微咋了点 他气才早了 经济稍微亏了一点点 不过西瓜终于学会挑农民了 刚开始他他之前大很多时候他农民都不挑了 刚刚看他在挑农民 这就是进步 这什么东西啊 直接这种战术 这应该是 重动一波 重动一波 这个有点拼哦 这应该重动一波 绝必重动一波 这个属于 我死里拼哪 难怪他气惨那么糟 让你们看不起西瓜 让你们看不起西瓜 而且我告诉你 俊姆没出死神 黄哥你现在怎么说 我觉得西瓜有50%的胜率 50% 有50% 俊姆第一没出死神 第二他是直接跑火车 西瓜有50%的胜率 极限重动一波 三分四十秒 可能就点在脸上了 这个重动 很快 真的三分四十秒 重动可能就点在脸上了 快到你无法想象 这个战术以前我记得谁用 汪奇 汪奇的用过 打那个Rogue用过 这个战术真的很快 而且很拼这个战术 西瓜的房子已经准备好了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直接把那个点在脸上 不应该点到这个很猥琐的这个 点脸上可能会好一点 原来是火车霞一波 真的 真的呀50%呀 我跟你说了的呀 我60%现在 三分四十秒45秒点在脸上呀 你点这里你还不如点在脸上 你还不如点在里面呢 但是俊姆没发现 完了俊姆 俊姆没发现 刚投出去也换家了 那不是俊姆人没了 现在才看到 坏了坏了坏了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出来了 你往点你往点 这俊姆 俊姆直接要下去下去了 这个 再点再点个虫洞在脸上呀 没事没事虫洞已经掉不了了 现在尽量的先破坏经济 他等火车霞 他应该是在等火车霞 他有乌脸 乌脸来嘛 乌脸来嘛 退到有军团的地方 慢慢给你打 再出来再出来蟑螂 再散开 再散开 稍微散开 再散开 再散开 再散 再散啊 往回退啊 这个时候 他给我顶在那边干嘛嘛 只有六个农民呢俊姆 还慢慢打呀 这个时候 不要急啊俊姆只有六个农民呢 不是 他把别人打了只剩三个农民 他都被翻盘过 好再来 还要急吗 那时候应该回家运营的 他有点想一波拿下 火车马上就捂脸了呀 你这个出来很脏的 你这出不来的呀这个 算了回去运营吧 别去 那时候别一波来就回 还要去运波吗 就就 你这个时候就脏狼 然后脏狼先速度按了之后 然后转飞龙不就赢了吗 不 你就在家里面 现在就出女皇防守 对方就六个农民 对啊 这点不下来的呀 虫洞也是要钱的呀 完了 搬回来了 他一个农民没补 其实这段时间 他如果补了农民 他真的优势巨大 哎 妈 这才都要输吗 难道 出来呀 这虫洞里面的那个女皇 这一来一回 再拉一下农民 这么直接乱了 已经 真的缺乏智力啊 他这蟑螂怎么又回来了吗 他其实刚才那个地方操作好一点 说不定也打下来了 他有军坦的地方 他稍微散一散 对不对 这这局面已经翻了 就 唯一有机会的地方 就被打 把这边打了 只剩六个农民的时候 这个时候 爱一看农民家里面 对 运营 然后 女王再多补两个 大概补到四五个女王 然后慢慢打 我觉得就有机会 因为 农姆也很像 他就火车下 带枪米在家里面防守 你这个 从中过去都是亏的 输了输了输了 这都没赢啊 哎呀 这局面已经给了他很多机会了 可以遭到攻击 哎 这不能被杀农民了 这被杀农民就真的死了 不不不 已经死了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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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死了 不是不是真的死了 是已经死了 追悟已经缓过来了 这口气 最后西瓜 无脑虫动 女王再走一波就结束了 没了 这 没了没了 对面打不进 家里面还被搞 我靠 西瓜是不是这波从来没有 把别人就是没打死过吗 要不就他死了 要不就别人死 就从来没有打到过 就是我打完之后 要运营 就没有 完全没有经验 就不知道打成这个局面 他是一个大游 对不对吗 有可能 真的 可能就没没 这样没打出来过 现在才开始 不能明明 这就有什么意义了 现在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黄哥 黄哥所说的 你妈这种 说的时候 你妈头头是道 打的时候 就一坨屎 哼 哼 你现在 你现在这种什么 虫洞有什么意义 GYM 待会儿马上就出门了 出门之后 这波部队 你就挡不住 关键 虫洞也要钱的呀 是的呀 又不是说 虫洞不要钱 随便你弄 哎 这种很丑稳 他現在就不急 習慣者要經濟也沒經濟 要科技沒科技 要攻防也沒攻防 這就等死了 這個局面開始 還有一個機會 待會對面A的時候 聚母拿的各種縱貨 我先去 敘敘一下 怎麼招了兩個感染蟲巢啊 他已經打不來這遊戲了嗎 還是已經亂成這樣子嗎 有這麼亂嗎 這兩個感染蟲巢是什麼意思啊 有這麼亂嗎 這麥有那麼亂嗎 出樹組 還是沒有創意的啊 這樹組 生化部隊出樹組 終於聚母看來這波樹 他也要下一跳 什麼情況 啊 西瓜還沒死啊 五三速樹 天齒啊 這種局面 唉 靠樹組這種東西 除非是巨母真的 沒用的啊 打增加部隊出樹組沒用的啊 不 除非巨母是真打不來這種 是不是嗎 他正面已經來了 燒的其實還可以 正面來了 但是別人不管了呀 一拳頂死了 一拳頂死了 上次我記得誰啊 肉哥好像上次打 打這個就是 也不大軍嘛 但是也不是那麽 那麽烈的情況下 這個太烈了 攻防還領先現在 所以正面怎麼打 這燒子燒了半天 但是正面就一波被打穿了 他四個坦克打蟑螂 這什麽都可能打得過嘛 這麽這個真的 西瓜已經 這種局面沒贏真的太二了 毫無智力啊 我不能說他贏沒贏 沒贏 我覺得也挺厲害 只是說他這個 就前去真的是很有機會的 對 他這個選擇就很有問題 你媽的 就等於 就永遠都只 只看到直線 一定要往直線走 那不會拐一下 我看他們的西瓜的群裡已經在已經在開始黑T音吧了 這跟七音吧 有毛關系啊 我靠 你知道怎麽黑的嗎 啊 這個人族 經濟恢復的機制也太強了 毛 你媽的 你媽的 你這種話說的 不就是你媽的 人族就該贏 這個角度真的也太刁鑽了 我只能說他們 真的 這個這個角度太刁鑽了 這個西瓜自己自己菜 自己對於局勢 局勢把握 我有問題 他其實全農民 他怎麽都是打油屎 對他只要防守就好了 這完全他自己的問題 跟那把種族是沒有關係的 判斷出了巨大問題 他的判斷出了巨大的問題 上次西瓜打誰啊 打那個Hack 就很早以前打WCS 打那個Hack 韓國這個也是 把別人殺到三個 哎 一個農民還是 兩個農民 我記得是 上次好像殺沒了 一個農民 好像殺到零個農民 他也輸了 零個還是兩個 我忘記了 反正對方沒有農民 他有四十幾個農民 然後對面開始砸礦 羅曼曼打 然後打著打著最後翻盤了 我人都傻了 那次解除了一個比賽 真的你們 你們沒看到那次有多誇張 說明 說明 說明一個問題 就是 治理從來沒有搞過 他上次把別人殺的 殺的真的只 就基本上是沒農民的 一個還是兩個 然後他有四五十個農民 然後都不知道他怎麼輸的 然後他就出那個龍狗獨爆 然後就滾別人 一直滾一直滾 然後一直中地雷 然後打著打著別人就翻盤了 然後打著打著別人就翻盤了 打著不狠 西瓜其實 他 他看到了就 就往上走啊 你看到你就不要讓別人看到你房子不就好了嗎 現在都看到了 無所謂的呀 拖一圈弄 那這樣的話人租心裡面就有一個應變的準備了 就準備我這個地堡下不去的 小地堡了 多拖點農民啊 直接出去 先咬吐一次 直接咬 咬 咬那個呀 咬雞槍呀 他在打啥呀 沒事沒事沒事 他地堡也造了 不 這 這不是別人 哎呀你不要管 他就這個風格 真硬的辦法 你不要管 不把這三個槍咬就一 去咬呀 去咬呀 他狗出來 可以可以可以 你等狗出來 你這不一定打得過了 不 你這樣不就被他卡位置了嗎 穿 穿 穿毛啊 穿地堡好了 不 你穿農民穿進去啊 不 這這又 這被一個農民卡死在這 哇 這個 哎 連梭啦都學會防野兵呢 為什麼你要加個簾子 哎老子 他媽好急啊 可以打這個新技能吧 不是這個 不是就是拖十個農民出去 把那三個機槍圍了 就 就就防住了嗎 你現在去有啥意思嗎 不 黃哥你 這個我不得不說一句 這個 這個不怪習慣 媽人 人族這個槍兵 你媽血太厚了 應該只有二十滴血才可以 哈哈 你媽的都怪人族槍兵血太厚 媽咬都咬不死 這個他這個防的問題太大了 因為 因為之前已經有無數的重組選手 他媽真的醉了 無數的重組選手展展展示過 怎麼防野兵兵呢 就拖十個農民出去 甚至你拖十四個農民出去 像肉哥就直接拖十四個農民出去 把三個機槍一圍 上來的三個機槍一圍就結束了 就對方就再也沒有野兵贏的威力了 這種居然擋住也死了 擋住也死了 那麽七個農民 剛才那個地堡那邊還沒造好 兩個地堡 第一個地堡還沒造好的時候 農民就在那邊懟著那邊 你穿一穿對吧 穿到那邊去 穿進去也是一回事 穿進去你就打贏了 好 二十四個農民打九個農民 這這怎麼打呢 我終於明白西瓜 他之前跟我說的 人組兩兵就輸 哦不是輸不了 人組兩兵就虧不了的理論 哼 算了算了 你們還在堅持個毛啊 我都傻了 被人你媽吹固拉熊 這個真的 這個我說真的 真不知道在打什麼 不是這個是他 這個是他防不來 就正常情況下 你都不用去咬那個地堡的 你就直接十幾個農民拖出去 跟那三個機箱打 然後紅穴的 紅穴的農民往後拖就完了 或者你分一個農民去咬那個 咬那個就是造地堡的那個農民 然後剩下的農民 在那三個機箱上面就好了呀 你都不說要不要去操作了 是不是 然後然後你第三個機箱一吃 對方只能再出兩個機箱 兩個機箱的時候 你狗已經出來了 地堡就算好了也沒用了 然後你大概 如果操作好農民都不怎麼死 你如果操作不好的話 你可能會死個兩三個農民 但你也守住了呀 你你農民跟對方比你還是多的呀 哎就看麥克勒賽的能不能2比0啊 如果能夠2比0 如果能2比0幾個的話還能打的 就打一個大洋戰啊 對 但是要2比0探機彈何容易 但麥克勒賽的對探機的勝率挺高的 這個PVP你們不要慌 不會很誇張的 PVP真的不會很誇張 最多半小時一場 最多最多 哈哈哈哈 你已經就做最壞的打算了 好吧 好吧 那我們是要收拾一下心情啊 剛才西瓜這場比賽看的真的是 他有點要斷氣的感覺 要吸氧氣了 我們來看這場吧 麥克勒賽對 激哥的比賽啊 地圖下方的藍色的選擇 就是來自於IG戰隊的麥克勒賽 在地圖上方的藍色的神族選手 至於Bruce大戰隊的探機 殺人行蹟 你媽 我終於能體會到 我終於能體會到 你們看我們你們打爐石的感受了 真的 真的有點殺人 我早 真的血壓拉滿 剛才 這他媽真的是 剛才打完我都說不出話來了 真的就用一個字氣 你知道嗎 不 真的血壓拉滿 剛才看他防了個兩命 唉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都是我們不好平時氣大家 大家倒個錢 我明白了 對不起 兄弟們對不起 真的真的 我們平時沒有這麽感受過 今天感受了一下 哎呀 幸好還年輕 要年紀大點真的老淤血 呵呵呵 真的呀 血壓都拉滿了 剛才 好了好了 我們看這場啊 這兩個人哪 PVP是打得 還是打得不錯的 也一個水晶在外面 那要騙一下麥克勒賽的 對 你外 你家裏面只能看到一個水晶的話 那就會判斷對方 可能在野建築 感謝這個兄弟啊 但是我們現在因為是在 這個 暴雨頻道全網在直播 所以說沒有辦法感謝你的禮物 到時候 比賽結束了啊 讓黃哥好好來感謝一下大家 嗯 感謝兄弟啊 那我問一個問題啊 嗯 我問觀眾朋友們 你們覺得是看 剛才那盤西瓜的那個 防秋地堡 血壓高 還是看黃哥爐石 血壓高 哪個氣點 哎呀差不多 差不多 媽的有那麼差嗎 我們打爐石啊 呵呵呵 啊 噢噢噢噢噢噢.... 噢噢噢噢做這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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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吧好吧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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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懂啦啊 我懂了啊 兩個打法都是一樣啊 都是鞋子 好 開始 先回頭 你不想感覺 愛情 還然後 很多觀眾都看不懂怎麼防的 所以說他們覺得是盧石 我靠 抓一下 哎這這 SID的差點有點好 這個SID 也能換到一下 那換了 賺了呀這個 對 二換一啊 這個還是SID賺了 SID最近分數也很高 T6300 對 雙方都是先知騷擾 都一樣的開局 屁於屁 其實這兩個人呢 都屬於那種 打的很有點保守的 但是兩個人的風格不一樣 麥克薩德是純粹的希望能夠逼到後期嘛 那雞哥其實就是屬於那種打的比較保守的那種選擇 在這邊兩線 常摸農民嗎 一 家裡面其實還好沒騷到什麼 哎這波摸的有點多了 五個了 還在摸還在摸 六個 六個農民 但總的來說農民數量的話還是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 對 現在輪到 雞哥了 這回合這遊戲嗎 這回城吧 打掉一個還好 農民數量的話還是一樣的 但是從 在剛才被抓了一個先知的情況下來說的話 現在麥克薩德就有機會去稍微騷擾一下了 這個老師看你兩線知能不能夠打破平衡 那雞哥有那個有有那個預警的 在從這點上來說雞哥應該不太會被燒太多能力 對 調一下打破平衡嗎 打破不了 打破不了 這個肯定打破不了 現在兩個人其實已經 已經 已經算是在這個局面下已經僵住了 那兩個人應該都要開三礦了 這個局面 不會有什麼說一波 一波打死一波打死這種這種局面了 都沒有太多的一個機會 哎呦 雞哥也看到你來看你在開三礦了 哎在這個地方要被抓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這賽特剛才沒有特別狠 他如果直接上剛才跳臉 他不是他剛才那個布林克是 就是剛好生完 他有點慌還是 他如果剛才是直接勇一點直接跳兩顆呢 還打死幾個幾個 對能夠打死一兩個 不過你跳臉跳下去 你才知道後面有什麼 你不跳你怎麼知道後面有什麼 然後補噓 排隊 很快 排隊 後面有什麼 那 這樣的話 現在兩個人現在反正這個局面還是挺平穩的 没有任何人能够说 在这个局面下能够打 找到突破口 对 我跟大家说一下 李培南的WCS分组出来了 嗯 就Gmagar分组 没了应该没了 听你这个声音应该是没了 他不会是天选之人 雷诺Sero分一组是吧 不不不 雷诺Sero怎么可能分得到一组 对对对 他们积分那么高 他不会是天选之人 他永远都在死亡之组 Rogue 不不不 Sero 这个也没有那么夸张 RogueSero也不会在一组的呀 我跟你们说是哪几个啊 上连 直接上来 在Sero往下走了 首先第一个 Sero 是肯定有的 他们两个很有缘分 然后第二个 他大理哥跟他也很有缘分 然后第三个 他妈妈跟他也很有缘分 那其实还好呀 其实我跟你说还好 他分到嘎姐真的还好 对呀 嘎姐我倒觉得这威胁不大 这其实就是 就Sero 大理哥 对大理哥他也是能赢 Sero他是真打不过 Sero他打不过 对 其实他其实 但他没是挺没的 说实话 这个分组其实不是很好 但没是挺没的 你说这几个人没实力吗 都有实力的 你们不要说游戏没戏 你们不要说游戏没戏 总的来说这个分组 肯定是没的分组 麦克尔赛的这种纯追劣 怎么打吗 这急速差 只要近身你就没了 他在耗的时候 他在耗的时候 等你立场 马上马上 马上这个 解冬都可以跳脸了 解冬都可以跳脸了 解冬都可以跳脸 走走走走走 快走 这个冰冰组合来看的话 这都要输啊 他们说一家人大主宰 其实我真觉得还好 真还好 是还好 对你要拿冠军的 你这种分组算什么 你先想看 你看看人家雷诺 谁来都得死 这样的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分组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分组 是根据打 根据他们那个EPT积分的 就说你们说什么 雷诺Sero分一个小组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积分都很高 他们是分档的 对不对吗 你就不可能几个一档选手 在第一轮 就大家都遇得到 两个 机哥在各种双线啊 机哥的冰组合明显是更有 不是 我是觉得机哥就A上去 可就赢了 这个 麦克赛的没有自爆球 这个麦克赛的纯追的 怎么可能打得过 打得过这种 这种再差的 再不朽的这种部队吗 这对方也有 你别去追了呀 那机哥你直接去捅他二框 自然他会给你打的呀 对保护好那个能进就好了 其实 他为什么要去打 那个有电池的地方 额点站开起来 加起来 两边拉 麦克赛的现在两边拉 机哥还未必打得赢 我跟你说 那机哥这个 哎但是来了几把引刀 但下面有刚好有这个 点点 点音速器啊 点能力没点 没事点了两个不小 挡住了麦克赛的 完吃 这就是赛的老师 刚才绝逼机哥的问题 机哥直接冲进了一个大包围圈 对他去打二框不就好了吗 他为什么要去打三框吗 他也没想到三框有那么多电池呀 有一个一个跳各种 这 欧比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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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刀还是砍得有点痛的 他确实还是很大 你吃了主力的呀 对对对对 好让他走啊让他走 乃达说 有机会大洋在吗 有机会哦 我只能说 就是赛的老师这种粪坑 对不对 摆得就很好 三框也摆了几个粪坑 然后机哥莫名其妙 就往粪坑里面冲了 然后所有的主力就溺死在粪坑里了 而且赛老师刚才是有两攻的应该是 好了 又可以耗你波差 这个打 刚才你我打完之后 这盘基本上来说的话 机哥很难打了 不休 不休 站不住 主要你的插现在过来就没了 过来他往后跳一轮 你插就没了 然后你剩下白球这些都手短的 他追列比你多 已经突破一个临界点了 刷插现在就被无限操作 你插的数量其实顶不起来没用 你又打不了包夹什么的 你过来就已经被耗掉一半 真中华地产啊 白球也站不住的呀 跳脸呢忍不了了 他忍不了了 他忍不了了 给自己一个积极的理由 但没用啊这跳脸 直接秒不休 秒白球 没有 这三个插很关键 啥用嘛 不过我说实话真的 就纯追列的部队真的 强度真的太软了 操作还是很很很爽的 对操作对操作爽 漂亮 可以啊塞德老师搬那一分回来 不会是龙华第一闪 塞德老师已经从护部巷啊 搬到了龙华 龙拳 龙拳不是龙华 龙拳第一闪 龙拳第一闪 再也不是护部巷第一闪啊 是龙拳第一闪 虎拳不在虎拳 现在的老师现在住在龙泉 有龙泉虎拳的这种说法吗 虎拳 虎拳在武汉 有个叫虎拳夜市 龙泉就在 龙泉在成都 塞尔老师住在龙泉 要看麦克萨的第二层能否拿下了 拿下的话就直接进到大雁站了 你觉得如果大将战他们会上谁 大将战 郡母呀 郡母肯定上的 但是那边 IG谁有 哎呀 塞尔老师上去啊 肯定是 打一场军天气鬼人的粪坑流呢 粪不起来 我怕塞 我怕塞尔摆粪坑 然后那个 他粪坑刚摆好 郡母就几颗核弹过来把他炸了 你们不要想 我就告诉你绝毕上就 鸟哥不肯定上的鸟哥 鸟哥TVD上去不是卖吗 五六十大绝毕是那个 绝毕巨木呀 巨木 不可能是嘎姐的 但是呢 大将战这些这件事情 一切都要看这场迈克赛的能不能2比0拿下这个鸟哥 就看这一盘了 对 比赛但是上来就打那个Cero 然后去败着组 然后等嘎姐和吕布的败着下来 那估计是嘎姐下来吧 然后干下来他把嘎姐拼死 然后再上去拼一场吕布 为什么不是拼一场Cero呢 啊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拼一场Cero呢 不是Cero 铝不打不过Cero啊 过年 我告诉你未必 这个东西谁知道呢 好 在这 咦 把这个杀了 哎 我问一下黄哥 这个 感染仇能不能同化完成这个宠物啊 这个动物啊 没事过 你觉得 这理论上来说可不可行 可行 理论上是可行的 熊 紫 兽 哼 不能 他们说 是不能 不能吗 没事过 没事过 我也不知道 这个 这个声音我也不知道 也没看到什么东西 主途过来的话也没问题啊 门口只要堵一堵 然后他有两个追点 所以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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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我比你 造个水晶 四個使徒 四個使徒 怎麼說呢 七哥好像電池點的有點晚吶 他家裏面電池點的好 他是二礦電池點的好 直接 沒問題 這個雞哥 哎 我送了一個 哎 飛了 沒關係 這帶要破口了 感覺 破口了 破口了 直接打爆的嗎 還要退的 這 這老師 沒辦法 這大將戰都看不到了 看不到了 這已經死了 這進去不是已經殘廢了 五個 還能殺六個 沒了呀 11個農民 其實你說戰損來說的話 其實這波是不虧的 你殺六個農民死四個使徒吧 沒了沒了沒了 我覺得這大將戰沒了 應該沒了 除非這兩個先知能夠創造奇蹟 那怎麼辦 這只有這個 C的老師的先知 也不是第一天認識 溫柔的殺手呢 C老師這個時候真的拼自爆球去吧 不 這個真的沒了 這個 這個局面很難打了 農民少太多了 我覺得先 就看先知能不能 戳一輪 你先 你先殺個五六個再說 對吧 回點本 一二三 三四 三四 四個 死了個先知啊 回個毛本啊 虧了 還好 四個農民 你看現在不就 不就農民慢慢往上走了嗎 科技上其實還差不多 他們都叫糞騰開始 塞德老師有一招 就三開之後 然後憋這個糞坑 PVP也能憋出來的 憋什麼媽媽船啊 什麼的這些 白球風暴航母 媽媽船對吧 媽媽船 就三況憋 塞德老師還是有 有招數的啊 但現在感覺 這個局面是用不了的 農民倒是追了不少回來了 這個你不能讓他這樣打呀 追得下來啊 把他幹了呀 我靠 感覺到了危險 他不是他有那個 他有個 要往塔站 在看著的 好 我的部隊也來了 他現在很虛啊 他感受到了對方 要打他一波的感覺 西哥的攻防是要比賽的快的 一公升的非常早 前期有優勢嘛 這沒辦法 他農民 畢竟比你先滿才 對 現在賽的很迷茫 因為他在外面是沒有任何眼 他不知道對方到底來不來 他去看三況 看一看三況 看了三況 看了三況 他只要安心一點 對方不是極限一波 那我知道我也可以開三況呀 對 看到三況了 那我也開 是稍微在節奏上慢一盤 但是呢 這場比賽的勝負還不好說 讓我來看看 你喜歡 我能招待貌 就算了 不會 對方 一個侵畏 我會想要 这些都无所谓啊 都侦察到了 白色老师三开了就再说吧 出自爆球 先萎缩起来啊 不急 过一会儿大家 大家也不要慌啊 过一会儿就VS coming了 现在还没到VS下去的时候 是外面那个VS 反正也没啥用的 家里面再挤 机哥想直接一拳 不要你开矿 有机会一拳打死 有机会立场隔得好 可能就隔死了 往右下跳 哎 机哥没敢跳啊 这个地方 他有点虚 先把岩石打了吧 岩石打的优势 就不打了 这个局面 现在非常的利 我觉得现在挡不住 两个自爆球还在造 有点挡不住 主要机哥立场比他好格 而且多 对 先耗一轮 机哥怂了吧 但是现在自爆球马上出来了 对 自爆球出来这个就有机会挡住了 刚好炸你这排X 自爆球出来 机哥X往前走 直接点 自爆球来了 自爆球找机会 炸一个 哎 他还该炸推裂的 他真该炸推裂的 刚才 再刷一排 第二次自爆球来了 再炸 自爆球 我靠 不就全打 那挡住了 挡住了呀 人口力先了 要全吃吗 我的X虽然没速度 但也是X呀 戳呀 这个时候先吃 上线紧也行 我平时 营 犯了吗 这就 伤害吗 我 记得 我 小 p 北 肯 Business 陆 证 陆 别人都放皮肩 他是直接站在粪坑里 只要让我有粪坑 没有人能战胜我 已经走了 真要大将战胆 现在赛的要稳住 把这局面抓住 三个字就不着急 刚才他炸追猎可以的 刚才那个追猎 对 大追猎也赢了 不过话说 他炸那个炸不朽 那两个不朽被炸得太关键了 对 不 他如果你想他第一个自爆球 他如果把那个自爆球往回拉 内下炸追猎 至少是炸六个追猎 他也大赢 炸到了你两个不朽也没用的 粪坑侠 我怎么卡了 你卡了吗 哦好 我没卡 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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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也有了 这边也有自爆球了 我有点卡 我这边我不敢切 因为这两个人现在要拼自爆球 不着急不着急 稍微争输稍微有点低啊 有点卡 大家看着 我不敢切 我怕这个 我一切的话 这个这两个人打起来了 退回去了吗 退回去了 我要重新刷一下了 退回去了吗 好了 OK你可以刷可以刷可以刷 刚才有点卡 好了好了好了回来了 来了 这边接触自爆球现在 体育堵开了 再来 问题不大 再来 你几分几秒 我一分二十六 二十二分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三一 三二 你多少 你暂停 三十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OK 一刀 虽然赛的现在 有些许优势啊 但是呢 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未必说一定能够 两个人其实都很小心 对要看后面的转型 从转型的角度来说的话 差不多吧 都转的引刀 机构转的快一点稍微 对 赛的攻防上有优势 赛的是三倍产自爆球的 诶 我靠这个救了自己啊 动的还不错啊 哎呦 都很极限啊 这个位置 差一点差一点 两个人都憋得很极限 自爆球 这时候自爆球多了那一方 就可以无限砸 哼 中文对军开始了 你们说的没错 呃 机哥这个 布林克引刀 我觉得是可能会是 整场比赛最大的一个黑马 诶 哇 赛的中了一个 还好 又开始中文对军了 我林克引刀待会可能会 在局部打乱赛的这个 好了好了 VS来了 VS来了 VS coming VS coming 这下一个节目 只要被打乱的话 可能他正面的这个 自爆球就可能会被炸一下 这好像中文对军 有点拘不过啊 C的老师 对 C的老师这个 这个有点拘不过啊 好 12点冰冻了 这个框掉就掉了 看得到的 完全上面这个框 有引刀 有引刀很烦 这个退了呀 这个机械 诶 在这抢了位置 下面他有引刀的 先把你的冰罩出来 抢了位置 这个位置 看赛的 先打到 诶 这个外界了 刚刚自己建 他应该炸一个有 炸出来那个 自己建啊 这个位置 好 再来 哎呦 再炸 抢了 抢掉 抢掉 这对局拘不过啊 C的老师 玩我觉得倒还没玩 因为 C的三倍出那个 自暴球 就 拘不过 感觉有点 鸡哥拘比他打得好 先把这波冰追了 拘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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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呀 拘不过就走那个 你看吧 拘不过呀 每次都自挥 拘不过 老年人 鸡哥有 有OB的视野 他没 拘不过 拘不过 感觉 不是 感觉也更好一点 就是每次出 对 鸡哥所以每次都能够先出手 算了呀 回到自己的主场呀 我这个有 有自暴球 你这样 妈 粪坑都给你炸没了 鸡哥感觉比他好 你不要说你妈去回粪坑 你妈厕所都被给你炸了 你信不信 哎 粪坑 好了 各种被拆 真的烦 这波兵一定要抓住 没有 我觉得赛的现在好像 给我感觉是他的这个兵 是不是有点少啊 子追恋 他在转型 好了呀 BF下去了呀 能够转型出来 也是好事 他去送点部队了呀 这那么多 那么多的这个 你还是慢慢老老实实 先对居 先把BF多拍两个 但问题 你要想办法把这武框开起来 你武框不能不开啊 你下去波兵呗 是不是什么 嗯 你这光靠点的吧 你来不及的呀 一定要下去波兵才 才点得下去的 你抓引导 别人有 有那个的呀 别人有OB的呀 好这边 你打你打下来 大球先打 先打 C老师 哎呦 有机会 哎呦 炸到一个 但是自己 啊 两个 我和自己两个 拘不过啊 C老师 下面引导也被砍了 这个Blink引导 待会会 哎呀 又被炸了三个 拘不过 我就跟你说 双线打不过 一下子现在的感觉 现在要死了 拘不过 我也 我也感觉 就这个 这个是真拘不过 双线也打不赢 要不永远没赢过 他对局 真的是永远没赢过 多线被搞得很惨啊 多线也打不过 G也拘不过 现在只能去搞航母 他没钱的呀 你现在 这只能拼转型啊 唉 只能靠道具了 但G哥也转型了呀 那么多支把球 支把 但换说 永远拘不过 你支把球多对吧 其实就 就 就是炸一下的事情 只要一波中 可能就招中了 抹过来 哎这边先炸 先炸 哎这边 哎呦 我靠 一次性全吐出来 但是 但是 左边被搞了 哎我就跟你说 引刀待会会成为MVP 最大的黑马 哎 这这 框开不起来 这太伤了 还这边框开不起来 太难受了 嗯 没钱 主要没钱了 这些航母呢 塞的其实 就从 极客先鞭啊 极客四个 四个航母一桌 钱比他多太多了 对 哎 塞的虽然说 你转型的 转型的这个意识很快 但是呢 你真被搞 被搞得很惨 经济搞伤掉了 完了被包了 完了完了完了 打不过吧 哎哎哎被包了 极西了 塞的老师 极西了 死了死了死了 这个这个没办法 哎呀 差一点点翻回来 不愧呀 这个最终 只能说 差一点点翻回来 就后期 鞠不过 这个太尴尬了 他应该 家里面应该 还有 还有这个 不许 还有个 这个 两三个自保球吧 不可能一个都没有的 你有保底的 难道 这个自保球 要一天 穿到几拳 不可能的呀 几拳 让你拳 哇 哇 我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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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是爽了啊 爽是让你爽了 航母 航母 扯天下开起来 白球顶住 又在自己的 哎不会吧 又在自己的 分坑里面 打出了优势 他跳脸 他去点航母 对方有一个 自保球大 你小心点啊 妈的 不管了 这个时候 又在自己的 分坑里打出了优势 转风暴呀 你这对 别人 转航母就转风暴啊 几个矿多 他太多了 主要还 就今天 就这盘 主要还是 这个武汉 一直没开起来 你拿什么去 你拿什么去跟 一个打吗 这个 主要航母比对方少 你真的要 你真的要 就用 就四个航母 别人 已经五个航母了 哎呀 武汉一直在被搞 永远没看出来 老年人 这真老年人 只能依靠静态防御 不能 这种 如果要靠兵守的话 就有点守不过来 也不容易 我只能说 赛特老师 真的打得不容易 不容易赛 不容易 被机哥多现各种图 你光靠航母打航母 你最后肯定打不过 对 对吧 机哥也不可能 每次都在你 粪坑里面开战的 哎 好了 终于用航母来守一守 但是这下面怎么办 那么多航母 你还不能弄最练打 你最练 你最练跳脸 先截航母 先截航母 哎 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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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是一个 截一个 是一个呗 没有经济比你好 其实 自保球先打 没有别 先打 又开始中门对局了 但机哥的问题 还是这种就有了 优势拿不下来 对吧 一直都是 他现在是 把这个局面 的确拿不下来 没办法 对啊 我就觉得 哎 怎么又卡了 我就 哦 好了 好了 哎 又被搞了 你妈的 真的想死 这个机体开的 啊 就没开起来过 绝望 截的 太习惯用 用那个 就是静态防御来防了 所以说 他现在这种 多线分兵 可能会有些问题 分不出来 对 他太已经习惯了 我就用什么 粪坑 用地宝来防 这航母别人 也不比你少啊 他最后想靠大妈妈船 拼一下 这没机会啊 大妈妈船又没有那个 又没有黑洞 几个矿越来源 这个打到后面 完全就是多线 然后运营的差距 就稍微的差距 抗压的差距应该算是 别人有挑的呀 哎 我又卡了 我卡了 我也卡了 我也卡了 哦 好了 回来了 应该是他们那边服务器的问题 呃 呃 右边 对决 决决决决 先决到 决到一个 但没用啊 你航母没有别人多 你怎么打嘛 到最后 其实打的就是航母多少啊 对 你最后 如果你有风暴 其实是可以打的 对 你有风暴 那你说你现在有个 有个五六下风暴 那 就上来白嫖航母嘛 这个时候 对 你可以白嫖 那那航母就一定要跟你打 但现在你都是航母之外 就看谁多谁少的问题 不存在说 你今天你白你航母 你你你你你少了 白球你把别的小飞机摸完 我 没用的 他有他有那个的 他有地面的 最后就搏一枪了 白球把小飞机摸了 你说有没有可能白球把小飞机摸了 然后 不 不可能 不可能 C老师地下有白球挺多的 我跟你说 我不信 是这样的 小飞机大小飞机的时候 然后他一个剧团 白球把小飞机摸完了 然后他小飞机打赢了 有没有这个理解 我我这么跟你说 小飞机摸完了 但是也没用 为什么呢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小飞机摸完了 那自然 自然神族 就自然 机哥这边就不会打了 那他可以往后退 但是如果说你是跟他 打正面的话 他小飞机肯定打你的航母的 能打到航母 肯定打航母的 对不对 我就怕没注意嘛 就两个人对 对A的时候 没注意一下 小飞机被摸了 那你说失误吗 那这个就没话说了 你说失误对吧 失误这东西谁知道吗 哎呦 这种东西 哎呦 这波军列吃得还舒服 就疼人口 你看那么多钱 真的我跟你说 一会儿机哥没注意 他以为打得过 然后一打没打 已经搞笑了 几个航母 OB能不能看 给我们看一下几个航母 双方航母有多少个 不用看 现在不用看近达列版了 OB看不到 OB看不到 航母肯定是机哥多呀 对 在赛特下面多三个白球 他不要他走了 他直接留兵了 在这个位置 留得住吗 摸小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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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完小飞机 直接追 机哥现在很虚啊 这个裸航母 鬼城 赛特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 把这个人口慢慢追回来了 这种局面就是 只要塞的打赢了 那就是就赢了 你余钱也没用 打得赢吗 黄哥 这个航母差好多啊 感觉 所以我就说呀 就这个东西 你打过这个局面吗 你也没打过 没打过 没打过 引当回去全部合成球 你也没打过这个局 你怎么知道白球有用没用呢 是不是 说的也是 你也没打过这个局面 你也不知道 而且他转风暴了 他现在转风暴 转两架没有用 你就要转 你就要 你就要转到一次能够秒掉航母的这个数量 这些引刀全部变成白球 就最后就在下面拼一枪 是不是 他已经全天空了 你地面没有意义了呀 全部变成白球 我说真的 这会看这几个白球能不能一天 特别是他那个航母如果是点那个 他不是要点那个妈妈船的时候吗 他小飞机一个剧团被白球摸了 你妈搞笑了 我觉得其实机哥对这种局面其实也打得不错 肯定打得不多呀 大家都打得不多 我觉得赛的可能打得多一点这个局面 你看这种小飞机剧团被拨了 他有六个白球 每年我感觉机哥打得不多 而且机哥也在续白球了 机哥也在续了 但机哥攻防 机哥白球是站不住的 机哥的这个 机哥的这个天空攻防是三攻两防啊 攻防 就是按正常情况下来说 机哥这一波航母是稳赢版 对呀 多太多了 应该是稳赢版 但我们没有打到这个局面 不知道白球到底有用没用 来了 准备要开战了 打不了吧 现在打不了吧 就正常情况下 机哥是肯定的 机哥还有还存了五千块岩呢 你把握你打了呀 哎 赛的这盘就是被这这引刀搞死的 哎 现在呢 赛的有个风暴 可以逼着机哥跟他开战 就是真的 太少了 好了 这就 打了 你你你猜我十二点能快 我肯定要给你打了 哎 没感觉 不敢不敢 不敢 那退了 那退了 那这边我们比猜 赛的不打吗 是 右边又来了 送农民的已经开始了 机哥钱太多了 六个白球 只有三架风暴 三架风暴秒不了 不够不够不够 而且你也没有你也没有那个 你也没有先知来到你在哪里 自暴 因为自暴球是已经没有用了 自暴球就最最多就亲下面的两个白球 对不对 我靠下面看到那 强行把那个打了呀 算了算了算了就就没有这种心情 看塞德老师最后一拳怎么打 在我的粪坑里就没有人能战胜我来呀 你来呀 追猎其实也没啥用 真的追猎真的没啥用 塞德感觉很有气势 可以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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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掉第一个 但是我 但是塞德这波要要决胜就一波要赢了 直接打赢就要上剧战出名点 直接一波关掉 不能说打了七七八八 七七八八就输了 对方有八千块钱的存款 吉哥现在勾他进粪坑 哎呦 打了打了打了打 要打 直接打 直接打 这个送了一个白球了已经 塞德想求战 因为塞德憋不下去了 对 吉哥很清楚 他现在要等 等自己就有风暴在打 现在塞德有六架风暴 这六架风暴 可以秒 可以秒这个了 可以秒 可以秒可以秒 就看能不能造出来 吉哥都没必要 就九千块钱根本就可以不跟你打 这个局面大家其实都没打到过 也不知道啥情况 但才吉哥的矿我倒觉得已经 已经无所谓了 移义不是很大 最后输赢就是一拳 就面对拳 谁打赢 生的多谁就赢 七个是有买活机会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 七个应该多不点兵赢 对 他现在应该在地图 就地图上面 他最上面那边 找一个地方去多不点兵赢 你一次性买活嘛要的是 你如果一次性买不出来 比如说比如打完来 剩了七八个航母 那那不是尴尬了 对 你现在不 你就多一个出兵点嘛 换家 这个换家其实我说实话 我也没看懂 为什么吉哥要选择换家 你有那么多钱 你换个毛的家 对不对吗 你要么 你换家也可以 你就现在找个地方 你不拍满地宝 对 那也可以 对不对 你把你上面那边框 拍满地宝 不过总的来说 我就不该换家 换家其实是给了 SED机会的 因为换完家之后 你没有那个了 你没有人口出那个 而且路过的时候 你还兵都在死 不 这个都是小事 因为这都不是用钱 就能买到的 这无所谓的 你说你死几个风暴 对吧 待会我上面再慢慢续就好 但是你待会就对面 她的上方 虚伏也死了已经在 在这风暴走不掉吧 走不掉吧 这个应该 走掉了吗 那么快 走掉了 走掉了 SED反正就最后一篇框的时候 给你决战啊 对 炸呀 这个时候自爆球 留着个毛啊 你妈的把所有输出 全部打出来 现在也不要他回城 但别人上面有片框呀 这个局面也不可能回城 怎么回城嘛 对 机哥就把钱全部拍成宝 对 他在这段拍宝 那 那这个局面应该稳了 他就猥琐的 猥琐十二点就好了 上面也有 也有那个VS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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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实际上这种换家 是把自己的八千多块存款 全部都花在 这上面了 那没办法的 那我知道还是有益的 我的存款 我能够支持继续爆兵 但是你你就没有了 还是有益的 上面这边好像农民开跑 反正SAT已经出不了冰的 最后回去决战一波吧 SAT 靠拆矿打 你这拆到天皇地老了 因为你你不决战 机哥就回来等你决战呀 就到这个矿园里面等你 嗯 上面的VS是四个四个一出的 这风暴 对呀 这个机哥肯定要回来等你决战 哎 哎 没回城 没能量 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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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先准备秒了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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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战了 绝战了 哎呦 这风暴已经被鸡哥白嫖嫖没了呀 这样打的话 好了 大部队来了 这怎么办 哎 卫赛 这个地方打完了 没了赛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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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没了 这个地方打完了 没了 妈 这没了 无线调你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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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被造出来 输了 哎呦 中门对局 永远没鞠过 A了吧 没用了 这差太多了 见面就没了 哎呀 白球 真是连妈妈船都打不死 这现在在干嘛 人上面还有片框子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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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还是没有到大压子 熬战了35分钟了 输了 输了 哎 一瞬间消失 这白球摸小飞机感觉也不是特别给力啊 也摸 也摸不动 也摸不动 对啊 太多了 主要也是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场比赛啊 最终 4比2 4比2 BraveStar还是艰难取胜的 当然 麦克尔赛的这个表现还不错了 在一个大猎的情况下慢慢翻慢慢翻慢慢翻 差一点翻回来 站的话 今天的我们的战队联赛就到这儿结束了 明天我们还会积架给大家带来战队联赛的这个比赛啊 今天是GP要对金领 那这个是屠杀啊 第二场还是很有看点的 这DPG要对AX 对 第二场比较精彩一点 那这边你准备一下退流呗 真的 你准备一下 我一会叫你退啊 那大家稍微等等 我们这边还要等待这个他们的这个通知啊 我们下来们就会否出来了 好的 我们下来点一下 스팸 这边是说的 对 少许 对 对 对 太小了 太小了